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豪哥跟大家聊一聊罗布奥特曼的拍摄花絮哦 嘿 你们绝对没有见过罗布奥特曼剧场版的拍摄花絮 现在来开眼啦 一开始啊 豪哥就看到了本年度最好笑的奥特曼拍摄场景 那就是啊 罗布两兄弟登场的时候的画面 为了营造出那种登场就很爆炸的场面 他们需要从天上跳下来 那么他们是怎么在天上待着呢 看看这个场面归席感的两个兄弟啊 双手抓着单杠全成一个球 这个样子啊挂在了天上 就他们这副模样啊 绝对不能被那些怪兽看见 不然奥特曼的尊严彻底就没了 怎么打怪兽 怪兽都不会服的 估计啊 导演看了都在笑场 然后呢 他们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继续拍摄下去 还有接下来这个场景是当罗索奥特曼 倒立着插入楼房时的拍摄花絮 看似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需要有一个工作人员先来试验一下 安不安全 然后呢 再有八九个人同时看着奥特曼拍摄这个场景 生怕出现一点点的意外 拍摄结束以后呢 所有人围上来帮忙 豪哥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吧 不过一想也是 如果这要是意外 演员就大头朝下砸到了地面上 就瞬间成为重大事故进入医院了 特效的制作花絮大家是不是第一次见呢 豪哥也是第一回见啊 当把奥特曼特效制作花絮给放出来 怎么说呢 虽然豪哥看不懂 但是有一点豪哥可以确认的是啊 那就是这个钱呀 哗啦啦在花 全剧场版最贵的场景就用在了这段的打斗上了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